在关心金融业券商遭到駭客攻击 让现在民众闻害色变 台湾证券交易所召开记者会表示 駭客攻击来源确定都是由境外攻击 初步可能来自越南的僵尸电脑网络 今天到昨天就已经是零星的发生 那今天目前到现在为止 同业并没有通报有 威胁者是说下个礼拜 他们会提还会有一些威胁 那至于事实怎么样 那我们只能就更小心地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未来也会由单一窗口 来发布类似事件的新闻 以免这个讯息混乱 那将来证交所相关的工会 以及电信业者 他们会在这样的一个机制底下 不定期地召开这个紧急应变会议 证交所指出骇客攻击来源来自境外 目前初步调查是由越南的网站攻击 但由于骇客可能隐藏位置 不代表是越南方面攻击 目前也针对通报机制 紧急应变措施进行检讨 将不定期召开会议好因应类似的可能状况